門牌濕到都看不清楚 基隆因為靠海又多雨環境潮濕 多戶住家的旅製門牌早就破損不堪 有如一塊廢鐵 雖然郵差先生還是可以使命必達 快速的找到地址 但對外送員來說可能就不是這麼容易 有外送員就抱怨強勁找門牌 找了半個小時 市府則表示 如果要把門牌全部汰換 需要耗資兩千多萬 目前還在評估中 信箱上整塊門牌嚴重掉漆 有如一塊廢鐵 外送員真的快崩潰 像有一些門牌已經鏽石了 然後那個上面根本就看不清楚 它的那個門牌號碼的字 吊氣有多嚴重 顏色從藍色變白色 路名門牌徹底看不清楚 這到底在考誰 差不多接近半小時 對啊 然後最後是打電話給住戶 門牌如此吊氣的地方 就在基隆因為地處靠海 加上容易下雨 潮濕的環境 讓使用二十幾年的門牌 早就破損不堪 一個新人通常要 一個一個新的段 他通常要三至六個月 都重複在這邊操作 那所以說他的門牌的熟悉度 他會非常非常的熟悉 這我都也是政府換的 他也讓你換你換你換我 唯一沒考到的 大概就是當地的居民 跟郵務員了吧 但門牌這樣下去 也不是辦法 想換有機會嗎 基隆市府表示 因應物價波動 日前預告修正門牌編町 自製條例 每面門牌歸費 擬從五十元 漲為六十或七十元 如果要將全市 約二十萬面的門牌 全部汰換 需要耗資兩千多萬元 目前仍在評估中 記者蔡志恆基隆報道